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3月29日 我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 在谈判后收到乌克兰的书面建议 考虑到增强互信 决定大幅减少基辅 和设以尼哥夫方向的军事活动 并提到当中的建议内容包括 第一 古克兰宣布成为国际法律保障下的 永久中立、不结盟、无核武器国家 并提出对古克兰不合予安全保障国家的建议名单 第二 在没有俄罗斯在内的安全保障国的同意 古克兰放弃加入军事联盟 不会在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以及外国驻军 不举行军事演习 第三 俄罗斯不得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乌克兰要求两个元首在会议上正式作出最终的决定 俄罗斯谈判出现曙光 但也无法阻止世界进入新冷战 美国离间日子随时否定任何谈判结果 对俄罗斯的制裁也肯定会持续 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 加上伊朗、朝鲜、委内瑞等国家 以及中东和非洲地区 必然要为安全计另起牢组 毕竟好像俄罗斯那样可以勉强顶得住美国压力 恐怕都只剩下中国了 这种情况美国自然心里有数 28日美国国航部向国会提交2022年的国防战略 再度重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也是美国国防部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要的任务第一条是应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多领域威胁 第二条是不点名的说 要阻止对美国盟国和合作伙伴的战略攻击 第三条是将中国在印太挑战作为优先事项 然后才轮到俄罗斯对欧洲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还会采取紧急行动 维持和加强威胁力 很明显这种战略为了配合 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提交了2023年 财政预算 当中包括了高达8133亿美元的国防开支 这是美国有私利最高的年度军费预算 拜登在讲话中特别提到 美国面临中国和俄罗斯日益激烈的竞争 虽缺于在太空、网络及其他先进能力 例如高超音速武器等增加投资 他还说这是largest investment in national security 这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大投入 当美国更加安全才会更繁荣、更成功、更光整 美国先以中俄为竞争对手 然后再摆出8000亿美元的军费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安全? 当然不是 几十年来只有美国打人 又何时见过有什么人敢打美国? 但一年8千、十年8万亿 如果这个世界真是和平 没有什么魔鬼国度的威胁 怎样值得用这么巨大的开支? 当然我们也会公平一点 对任何国家来说 所谓国家安全的意思就是国家利益 今时今日 军费是美国政治精精的头号政治质任 所以当共和党议员埋怨7.9%的实质通向涨时 想到的不是人民面对什么 要加租、油价、电费等 生活开支上升的多重压力 而是怕影响了国防预算的增幅 当军金集团为了2万亿生意 开香槟庆祝时 美国的纳税人只能眼白白 看着国家的债务不断上升 更加讽刺的是 为了这个法案能够在参议院顺利通过 民主党更加要挪用各州的抗疫资金 来补充军费 所以这段时间 因为俄乌冲突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网上金举特别多 好似说 谁最怕俄罗斯打输呢? 当然是美国 不然又还有谁买军货呢? 有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彤貝吉说 最不可思议的说法是 找到和平方法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这样不是眼白白打烂自己的烦门吗? 自从美国将俄罗斯由上而下 生的死的除了与能源有关 全部都制裁一轮 还将俄罗斯踢出电汇系统Swift之后 经过这一役可以说后遗症不少 全世界无论与美国关系有多亲密 都肯定回家计算 到底有多少关键交易有足够的后备? 万一不知哪天落入美国的仇恨名单 还有一举? 当然中国、伊朗、朝鲜这些对头人 都应该计算了很多次了 对于中国来说 这次也是真正的危机 既危也有机 一来一难免受压 左右为难 但同时也对美国的招数有更深入的了解 而其三是变相令到 这些被美国射眼中钉的国家 只能够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从而形成更加稳定可靠的阵营 不过因为这次制裁引发的大风浪 最近也有一宗挺魔幻的事件 真是令人拍案惊奇 就是中石化竟然突然向欧盟出售天然气 原因就是中石化旗下的公司联合石化 通过招标向欧洲港口出售了最少 三批下季交易的液态天然气 这些货物直接由美国的天然气公司 为Luzana的出口设施直接装载 中石化变成中间箱 从中赚取了惊人的差价 因为没有公开交易 到底获利多少很难估计 但如果按照去年 美国油商Venture Global公布交易时 在未来20年8000万吨的LNG 液态天然气 总价是300亿美元 大概等于每一个英语单位 平均是7美元 这是去年的平均价 但跟目前33美元 和最高87美元 中石化肯定获利甚风 但由于中国对本地的天然气 有价格控制 就算如最近 但上大陆的情况 只能半舍卖24美元 所以间接等于帮补一下 中国企业 不赞取这样的差价 最大的功臣竟是美国 准够地说 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 因为到2018年 中石化才开始 跟美国买天然气 而且还有多少压力底下 才在2021年底 签了历史以来最大的订单 20年8000万吨的一项单 由于中石化想着一时半刻 卖用不小 转头卖了也不算投机倒把 反而应该叫做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 3月23日 普京宣布西方国家 过去几星期 因为冻结俄罗斯资产的非法决定 俄方向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的供应商 觉得再用美元或欧元等货币 来结算已经毫无意义 所以对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在内的 不友好国家和地区 出口天然气时 只会接受俄罗斯劳报来结算 当然俄罗斯还会继续按照原来的 合同规定和数量价格 供应天然气 普京当时说 变化只涉及支付货币 普京一说 欧洲天然的价格立即暴涨三成 而德国指责俄罗斯 违反合作的搞偷杂 不过说到尾 欧盟出手制裁在先 而在历史上勇于向外探索的 德国人竟然质疑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听起来真是有点奇怪 当然有便宜不会少得美国 在今年年初美国准备搞俄罗斯污克兰时 已经趁着一边搞外交关系 一边挑动国际能源关系网 重新部署全球能源格局 明显想借机会扩大游戏出口 为金主牟取福利 欧洲找到其他替代天然气供应前 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成为最大赢家 在今年一月 美国将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六成 都给了欧洲 目前美国对欧盟的出口 已经连续第三月創有纪录 增加的出口量 直接令美国超过塔塔尔尔 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拜登还振振有词地说 我知道排除俄罗斯的天然气 会令到欧盟遭受损失 但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选择 也令我们置身在更加强大的战略基础上 不知道欧洲的底气从哪里来 不知道是否真的听了拜登的正确道德号召 七国集团G7在周末会议后还手 声明拒绝用奥布买天然气 而华总统马尔隆在29日在通话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西方不会同意俄方以劳报支付天然气的要求 还说如果陷入僵局 G7还表态 如果双方没办法就支付货币达成一致 就宁愿承受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可能被撤断 现实说普京肯定到现在不在乎 反正是一件污两件位 相反如果游戏真的断工 美国能够补多少 根本就不可能一时三刻填补得了 而价格和费用也非常高昂 到最后 随时随地欧洲可能使用选择 阳奉阴违 一于效法美国 讲一套做一套 我是霍安强 休息回来 继续大家视视观察 感谢观看